好,那這一題呢,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那個泡物線 先把這個點的資訊畫出來 它通過00,它通過這裡22跟22 好,那這個想到泡物線呢 就要先想到它的一個標準式 標準式,它現在是上下形的 所以平方的部分呢,會在X 然後呢,它一開始就是類似這種的 好,那X平方會等於4Cy 好,然後它的這邊頂點剛好是00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情況 就是剛好就X平方等於4Cy 好,那接下來呢,它通過什麼? 通過22 所以22把它帶進來,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對,4就會等於4C乘2 所以這樣,C就是1 2分之1 好,所以這題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0跟0.5 好,所以這邊0跟0.5 好,那我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所以這點我們一般來說就是F 好,這邊F 好,那有F有V呢,那還有一條線叫做準線 準線 準線其實在這裡 這條,那這點課本沒有寫 不過我一般來說這叫準點 準線上跟對身軸的焦點 好,那這邊以後呢,其實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說,你這邊你把它橫著這條線 好,這條線就叫做正交旋 好,那這裡是C 這裡是C 那這裡是2C 對,所以這裡 到焦點的距離等於到準線距離 所以這裡也是一個2C 所以這裡 FVD 用FD當邊,這裡有一個正方形 對,那一般來說,其實我在畫拋物線的時候 我都會用五個點 這是第一個點,這是第二第三 第四跟第五都是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剛好就是會 以這個點為出發點做正方形 就是說,其實它剛好是在4C的部分 所以我現在這裡,如果是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對,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是繪製拋物線值裡面我們常用的五個點 就是有一個點會用成2C跟C 另外一個點就會是那個 是4C跟 對,4C跟4C 當然我們現在這裡是負的 對,那你可以檢查一下 這個點有沒有符合拋物線的特性 就是到焦點有沒有到準線 現在到準線多遠呢? 到準線是 對,到準線是到這裡 好,到這裡 是4.5 沒有,2.5 這裡是4了 這裡再加2.5 但是我現在這裡是4C 所以這裡是5C 實際距離是2.5 那可是到這裡邊呢 你也可以看一下 這裡剛好是什麼 這裡剛好是4C 這裡是3C 3C,4C也是5C 對,好 所以後面就是一些補充 就是說你現在在做學測題的時候 都要把那些相關的回想一下 所以有時候 其實這題當然回到定義做就最快 但是以後你可以抓到 其實這兩個距離一樣的時候 這個其實就是 就剛好這個正方形 剛好頂點出來的正方形 剛好會位在4C4C的地方 同頂點出去45度 這種線 4C4C 那回到定義其實很快 定義要很清楚 那還有它的幾何特性 幾何特性就是說 到什麼 到焦點 對,要等於什麼呢 到準線 看到一個拋物線 就要想到這兩點 就是代數定義 就叫幾何定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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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